石箱 门箱被分成两半 剩下的一半归刘老姬 剩下的另一半被盗门企图墨带走 盗门企图墨说话算话 在得到一半门箱之后 他就带着人离了 三辆黑色越野车急速地离了 先前的一切担忧都是随之话解掉 按道远离的车队 我微微摇头 叹息不已 就问刘老姬 七叔 你为什么要选择妥协 你不是有暴雨梨花针吗 只要启动开关 就能让这些人好看 我实在是想不通 你说 我们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 就这么轻松地被人给抢走一半 实在是令人感到憋屈得很啊 刘老七脸色也不大好看 刘老七没好气地跟我说 你小子 以为我想这样啊 还说 他这个盗门企图的师妹 是一个狠茶子 倘若不给他一本门箱的话 对方绝对不会轻易离开 就算他有暴雨梨花针 又有什么用 最多是自保作用 双方人马要是真的斗起来 今天大家都得死在这儿 成为这里的孤魂野骨 大家既然都是取材 那么 忍一忍又有什么错 正所谓 何起生财 就是这么个道路 我摸了摸鼻子 心里对刘老七有些鄙视 嘴巴长在他的身上 他怎么说都是游理有据 反正跟我没啥关系 只要不欠我钱就去 回到县城 刘老七找了一个隐蔽的旅馆 将剩下的半截门箱 给用彩刀 劈砍成好几块 然后装在行李箱里面 说是这样方便运输 真要有检查的还可以冒充是腊肉 真是怀疑放在行李里 大热天的不会发臭发烂 要是腐烂发臭可就麻烦了 虽然说我对刘老七很有意见 甚至不想跟他打交道 可现在毕竟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我也是害怕 害怕一起回去的时候 刘老七提着行李箱 发臭的闷箱会从里边溢出来 被人发现 到那个时候 怕是连我都会被抓进去 一辈子还不得毁在里面 我就将心里的担忧都告诉刘老七 让他小心点 本言刘老七笑了笑 说我真的太孤陋寡闻了 竟然不知道什么叫做闷香 不腐烂的古诗叫做闷香 所以又怎么会腐烂呢 还有 这些不腐烂的古诗 不仅不腐烂发臭 还带着一种历史长久岁月的药香味 也叫做湿香 湿声发酵 散出淡淡的药香般的湿香味 也是为什么不腐烂的古诗 被称为闷香的远古之一 刘老七的话让我很是吃惊 难怪先前的时候将闷香从道洞里抱上来的时候 尸身会有一丝淡淡的香味 原来是尸体天然发酵出来的尸香 不过对于刘老七先前说的闷香能够医治百病 我还是抱一怀疑 不太相信 倘若真的能够医治百病 那么岂不是尝了灵丹妙药 在旅馆休息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拿着昨天买到的火车票赶往回去的地方 我所在的老家是一个四线城市 不算多么富裕 此从老家出来 我算是干了不少年的工厂 可手上也是没省下一分钱 好不容易有了个几千块钱的积蓄 也是前面的时候被前女友小魏给带走 两天后我们就赶了回来 我和男爷跟着刘老七 还是来到刘老七住的地方 刘老七给男爷打了一张支票 说凭借这种支付 对方可以在全国任何的银行取款 男爷拿着支票就直接离开 然后刘老七问我 要现金还是要支票 或者打到我的银行卡账号里 见到刘老七这么直接了当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真没想到竟然真的给我钱 前面的时候 刘老七承诺给我十万块报酬 要是真给了我十万块钱 我岂不是直接成为了一名十万元的富翁了 在小时候 我们村谁要是家里有一万块钱 那也就是万元货 就是村里最有钱的人家 我想了想就说还是给我打到银行账户里头吧 这样的话 我用的时候也方便取出来 要是直接给现金的话 怕是还要再跑一趟去银行储蓄 刘老七点了点头 问我要了一下银行账户卡号后 就打了个电话 让银行里的人立即打款 我的手机号码捆绑着银行卡账号 所以那边一打过来钱 我这边信息就收到 当打开信息 看到上面写着 尊敬的王先生 您的账号某某号 收到转账十万元的时候 我直接是激痛不已 说句实在的 我真是没见过这么多钱 以前打工的时候 一边打工赚钱 一边养活自己 哪儿还有多余钱 没想到 跟着刘老七去盗取一具闷箱之后 竟然赚到这么多钱 我都有些怀疑 闷箱落在刘老七手上 它岂不是能够卖上一个天价 给我一个打砸帮忙的 都是十万块报酬 那么刘老七 说不得能赚取个几百万 三百万 或者是四百万 甚至是五百万 看我一脸激动 刘老七笑了笑 刘老七跟我说 小王啊 七叔看你不错 不如往后 等着七叔一直干下去吧 你小子也知道自己是苦命了 苦命说明你干什么都没有用 最后都会是穷苦潦倒一辈子 苦命最适合干这一行 你天生苦命就适合干这种低贱导师的行 咱们干的活都很低贱 但咱们赚钱啊 你给七叔说说 你打一辈子供 前面还被人炒鱿鱼 被领导霸占了你的女朋友 还不是因为你没有钱 刘老七的话 让我很是心动 可我还是感觉 去干这种导师的行为 太过缺德 你说 我爹和我娘要是知道了 还不得直接打断我的狗腿 大骂我是不小子孙 还有 我有一种直觉 那就是跟在刘老七身边 会十分威胁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时候 真要是遭遇到殖民威胁 怕是给我再过的钱 我也没命去花 就算我一辈子苦命 注定穷孔潦倒 也总比死了强吧 最后 我蜿蜒拒绝了刘老七 刘老七叹息 连说真是可惜了 我离开的时候 刘老七将他的手机号给我 说要是我遇到什么困难 都可以跟他联系 因爲吗 在带路上 都可以 这么快 我们不能处 这下车 我觉得也是